迷你新老版本的区别 这些不一样的 你都知道吗 老版里想喝牛奶 只需要用空鞋筒 点下牛 就可以得到妈妈一桶牛奶 喝了它 可以随机消除一个负面Buff 新版本里也有牛奶 不过收集起来有点麻烦 点先给讲度位是毒亏 再用小波子瓶收集 喝了它也能消除一个负面Buff 老版本里有南瓜灯 它不仅外观好看 而且在夜里的时候 放置它还能照明 非常好用 新版本里虽然没有南瓜灯 但是有许多各式各类的根据 用来装修房子再合适不过了 老版本里 收集羊毛非常简单 只要用剪刀 往羊身上一起 一大头羊毛就到手了 新版本不能说羊身上好羊毛 但是地图中会随机生成棉花 给我们开采 老版本里 就有岩浆和水 两种液体 但是用它们像炉河 除了生成岩石以外 还能生成黑金石 非常实用 新版本里有很多液体 岩浆和蜂蜜能生成巧克力块 蜂蜜和水能生成蜂蜜块 水和岩浆能生成黑铃蜜块 虽然能生成许多方块 但是一种液体和一种液体 相容只能生成一种方块 老版本里 有可口的西瓜 叫敲睡觉的享用 新版本西瓜变成了刺瓜 不能够直接使用 得先用工匠台分解开 老版本里 有炸药桶 有点火石点烂 炸了可疼呢 新版本炸药桶被删除了 只剩下一些虾冰蟹酱 炸人的伤害没我蹦个屁个 老版本里有地形传送门 只要用地形门框 造建一个四乘五的框架 没有大火石点烂 就可以传送到地形世界了 那里有我们的老朋友大黑龙 他可是老版本唯一的boss 新版本里有传送舱 他的效果和传送门一样 坐进去后 只要等待十秒 就可以到达你想去的星球了 我们除了黑龙这个boss外 还增加了许多boss 老版本里有雪糕 用一个草块和雪块 就能做冰冰凉凉的 夏天是刚刚好 新版本里的雪糕 变成了气皮肤 在老版本一样的话 有黄金水果给你冲进 它不仅好吃 而且还能给你提供许多逆天buff 喝了它单挑boss不是梦 除了这个 还有美味的汉堡 供你挑选 新版本里没有黄金水果 但汉堡倒是有一个 就是不能吃 老版本里的野人 不然在白天出现 当你在白天放置一个野人的话 它会马上爬到地下去 新版本你在白天放置野人的话 它不会爬回到地底下去 还是会在那里睡大觉 老版本节度游戏的页面 非常捕食无华 只有大黑龙 薛姆龙 以及酋长 新版本进入游戏页面 非常酸酷 多少沾点科技又很活 那么小伯伯 你们更喜欢哪个版本的迷你世界呢 优优独播剧场—— Aar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